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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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李家超直接出来分析田北辰和 你为中科监察主席潘卓虹 为什么?因为他两个质疑你的判决 而潘卓虹就是沙中线的受害者 他做李顿生意 结果李顿用各种的理由在沙中线上高 令到他损失了7千多万 令到公司倒闭 清盘 他只不过提出问题 但是李家超就说你们在煽动 你们在默示特区政府 但事实上 由当日令到港铁损失了20亿 接着为了调查这件事 花了9400万 今时今日你罚4万元 你怎样合理解释? 你问我 我都算是一个受害者 其实我知道的 因为 李顿这件事 沙中线这件事 是有17个所谓的承办商 就是李顿下面附属的公司 不是附属 就是判口他们都要结束刑业 那当然 是不是要避免李顿? 当然不是 是避免幕后的中国建筑 因为其实 就是中国建筑和李顿 是一间合营公司 但是大家就将矛头全部放在李顿上 罚款20亿 那当日李顿是说什么? 李顿说得很简单 我都收不到钱 政府都没收到钱 我哪有钱找给你? 这样就拖垮了全世界 那当然了 李顿后面是谁? 梁振英 梁振英 收UGL事件 5千万 其实那家 就是李顿 显然易见 就是中国 香港 没错 你没听错 是中国的香港 已经成为了中国的一部分 这些事并不新鲜 其实 现在香港是什么呢? 你看到 郑若华的老公 潘乐图 在几次的工程事件出错 有没有 有没有取消他们投标之间 李顿都没有 一件这么大的事 你问李顿 有没有 政府罚停标 你放心 李顿和中国建筑在香港 是大量的合营公司 是不同的公司 不同的组合 你这件事 你罚我吗? 接着他就有第二间公司出来 你放心 肯有一间 未被罚的 肯有一间 是可以继续经营的 这个就是现在这些大公司 这些就是所谓的 香港自己有 说好香港的故事 这件事 你怎样说也不通 但是你看到我们特区政府 李家超 还在说 那当然 背后是谁 这个损失 究竟谁给纳税人 是不是? 有获的 你看到 港铁也不会追究责任 为什么港铁也不会追究责任 当他们犯错的时候 我签了一份合约 这份合约 说明还要补的 他走了 一样补水 接着天家赔偿 在这件事上 有谁要 调查 其实是假的 为什么 我说假 明眼人都看到的事 你说 因为想他容易入罪 所以判条交轻的 那我想问 明眼人都看到你 你钢筋短了 你 即使不是你做 是你下面的判头做 那你的监管是谁 监管当然是李顿 接着再上一个 是政府部门 这些全部都是他们才的主要责任 不是 钢筋不触 螺螺丝不实 那个 为什么? 是因为你的监管力 所造成的 你是最主要的负责人 如果你不能够厘清 或者你确保到工程能够完成的话 这样 罚本是谁? 你 既然是这样的时候 责无庞大 一个这么简单 这么显切 五年的调查 到今时今日 还要让田北辰 和 潘卓虹 他们咬住 吴方 告诉你 你这样做法不行 你这样做法 不地道 那我就想问 李家超 你今天出来说 还用一个这么重的语气去说 那我就想问一问 李家超 你 究竟是你包庇他们 还是怎么样 为什么人家提出质疑的时候 你不是 希望这件事可以圆满浪漫 用一个我是官 我告诉你 你就要听的姿态 这个 才是最得人的 节目做到这里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